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今天的一个投资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 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胸 成学近程老师 虽然台北股市短短几天的时间 又再度大涨700多点上来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确实有许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仍然是相当的一个担心 相当的一个害怕 那么为什么会担心会害怕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美国联总会 偏英的一个言论 未曾停歇过 那么这一点 从最近的一个 美国的一个债券殖利率 再度的一个攀升上来 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可以看到 最近的一个殖利率 从3.25% 要再度的一个攀升上来 所以市场大家都很担心说 美国联总会是不是 就是会持续做出的一个 升息的一个动作 然后第二个就是美国的一个 债券的一个上限的一个僵局 还没有解决 那通常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的话 那我想这些问题过去 应该我可以看到 美国联总会好几次 美国的政府好几次都面临 债务上限的问题 但是到最后都可以零刃而解 但是在这之间的一个过程 当然由于这是因为有升息的一个关系 包括的一个经济学债预测 美国联总会可能经济会 步入的一个衰退的疑虑 所以大家也都在担心说 美国的一个债券的一个僵局 一旦协商破局 可能整个的一个上限大限延后的话 是不是又会对整个的一个行情造成 莫大的一个冲击跟波动 然后第三个就是在整个的一个 的一个消费性电子的一个产品 终端需求依旧是相对的疲弱 那我想这一点从最近的一个细晶圆 上游细晶圆 那么最近也承受到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那我想从种种的一个现象 都可以看得出来 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在5月12号当时候 指数下沙拉回来 那么很多的一个散户的一个投资朋友 异常的一个勇敢 拼命的一个放空 你可以看到到上礼拜五为止 你看的一个散户是连续连续的一个 大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放空 这是小台子的多空笔 这个我们每天都要去观察 都要去观察 观察现在的一个散户 他的一个行为跟动作 因为一旦散户的一个心态 骗空的一个时候 往往你可以看到股市就是这么的一个奇妙 就是会怎么样 出其不意的一个这样 强嘎空套大涨上来 但是散户的一个心态 又转去热观的一个时候 往往又会出其不意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下沙的一个拉回 这就是股市的一个心态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在5月12号当时候 当时候随着一个指数的一个震荡的一个 拉回好多人都好悲观好害怕 那但是我敢说啊 只有大胸敢事先公开预告 我告诉大家什么 我说预告下周指数开地 会有一个漂亮的拐点机会啊 我相信只要你有锁定我的一个节目 都可以帮我做见证啊 结果你可以看到5月15号 礼拜一见到15,434点的一个拐点之后 立马大涨700多点上来 到今天为止 我相信你都看到了啦 那今天的一个指数来到的一个1万 盘中最高来到1万6千的一个202点 那随着一个指数的一个大涨上来 但是今天是缺失呈现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量缩的一个走势 所以很多人呢 可能会问啊 那么后市的一个行情到底会怎么走 我想大家也并不需要想太多 为什么 如果我们就短期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大家只要记住一个要诀 就是十日线月线 因为十日线月线代表的一个 短期的一个趋势的方向 也就是说十日线月线只要索稳的话 那么后市呢 然是持续的一个震荡往上看 并没有改变 那你说短期他会看到什么地方 maybe可能会来到前高嘛 前高是缺口16400点附近 到前高16800点附近 那我想来到这个地方 短线maybe会有一个压力 那这个我们到时候再说 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的是什么 强调的是中期来说的话 台北股市绝对会有一波的大行情 我想这一点不是现在才告诉大家的 我从去年12629点 在第一档触底反弹上涨以来 我就一再的一个提醒大家 我说准备迎接一波报复性反弹的一个大行情 结果你可以看到这一波 反弹上来就是一如我们规划 反弹上来先看年线 一波大涨上来就是3000多点 那么大涨3000多点之后 短线来到的一个万六关卡 在这个地方做震荡 在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 同样的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因为你现在过半个月 即将正式翻扬上来 在连线翻扬上来之前 maybe可能会有一个洗盘 但是这个洗盘就是你的机会 这个机会你真的要好好把握 你再不把握的话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上一波3000多点的一个大行情 你错过了 那下一波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3000多点的一个大行情 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再错过你真正的大行情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 各位亲爱的同事朋友 你想想看 你可以想想看 不论是美国科技类股的一个指数 的一个NASDAQ 都已经怎么样 持续震荡上涨再创新高 很多人担心害怕的一个指数拉回 结果你可以看到 一路看回不回进进展 那么甚至 就过去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 每一次当年线翻扬向上 通常都有一年半 甚至两年多的一个大行情 不论是2012年 2016年 或是2020年都是这样 同样的 现在的一个情况 又即将发生 过去这样 我可以告诉大家几乎没有历化过 这一次我想也不会逃出 我们的一个大兄的一个手掌心 所以这个机会你真的要好好来把握 要怎么样来把握 我想这些都是大兄在一路以来 无事跟大家所分享我的一个看法 如果你认同大兄的一个看法 以及分析的话 也欢迎各位举所知劳 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让更多人可以看见我们的一个影片 那如果你有不同的一个意见 或想知道的更多的话 也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板 你把它留言 把它写清楚 那大兄会针对各位的一个问题 也会随时跟大家来提供完整的一个分析跟分享 那如果说你想要每天第一时间知道 未来有50%以上上涨空间的一个 底部起长主力的一个标股的话 那么也欢迎各位 可以到我们9end的一个首页 直接点选上去 在首页上大兄每日标股全公列 都会有完整的一个分析跟分享 你只要上9end的首页 你就能够免费信上收看 那如果你想要掌握盘中第一手的一个讯息 那么大兄的一个telegram 你就一定要加入 那么重点来了 既然行情仍然是持续震荡晚上看 那么现阶段到底要 什么样的一个股票可以来掌握 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嘛 我相信今天很多的一个专家 他一定都会跟你报涨庭嘛 哇 一定都会跟你讲 哇 韩社涨庭板 商户涨庭板 五湖涨庭板 哇 甚至包括的一个 雅翔涨庭板 红木KY涨庭板 哇 成田涨庭板 每天跟你报一堆的一个涨庭板 看到涨庭带你去支涨庭 然后跟你讲报涨庭 哇 恭喜某某股票涨庭板 恭喜会员这个有用吗 这对你没有帮助 事先都没有讲 今天跟你报涨庭 这对你有帮助吗 绝对没有帮助 要不然就是送个资料 把涨庭板的股票挑出来 然后光说不练 或是在节目上你点到的一个股票 然后就告诉你 你看这张股票 跟你讲的股票涨庭板 结果有没有买 没有买 没有买 没有买说再做都是假的嘛 所以大家兄啊 凭借我的一个这样 我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知识 跟良知啊 你可以看到大家兄不来这一套 我都是教评教育 有一份证据就说一文化 这就是我的一个原则啦 那在个股的方面 我还是要再次强调 第一个要买 一定要买 第一个上半季去花库存 股价经过的一个适度整理 下半年营运成长动能强 底部起涨主力的一个标股 但是如果对于一些的一个 高基期的一个涨高股 你不要看今天的一个大涨啦 但是这种的一个股票我跟你讲 因为它已经大涨一波了 积极电高了嘛 你这个时候你去追加的话 你的一个风险就会增加嘛 你不要以为说大涨一倍了 大涨两倍的股票高基期了 那你未来还有大涨一倍两倍 想太多了啦 这种股票一定要经过整理嘛 一定要经过整理嘛 当然你如果地档你持有的话 你当然可以续报没有问题啊 但是如果说你地点没有买 那大涨上来你这个时候要再去追 你这个时候你真的是要好好的一个来考量 所以大兄一直要强调 对于一些高基期的涨高股 那一旦高档爆量转弱 或是产业前景啊 存有一律的一个公司 这些那个股票你不要碰 有反弹 你还是要懂得找卖点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啊 以我们带会员朋友 我们的一个股票来说啊 你看保胜光宝哥 这也是我们带会员朋友大赚特赚啊 超过131%的一档股票 我相信你有锁定大兄节目很清楚 你可以看到我买在什么地方 一档七十九块八 都有讯息为政买进之后 一波大涨上来 然后在五月五月十九号的一个时候 大涨创新高 大涨创新高 哇好多人看到前天涨明板 哇开高上鱼又叫你去追 但是你我怎么做 当天我全数开心获利换口袋 我把收回来资金 我再转到下一档的一个 DGC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转据股身上 这就是我的一个做法 让你可以买了安心抱着放心 而且能够赚得开开心心啊 这才在叫做股票 你说是不是 再来你可以看到 我上礼拜 我有跟他谈到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铃群 铃群上礼拜 五月十八五月十八号 掌停板 好多人看到掌停板 是不是带你去追掌停 哇当天多少人拿出来跟你讲啊 结果隔天杀铁亭都不敢讲了 嘴巴都封起来都不敢讲 你去看看啊 是不是很多的一个专家都是这样 但是你看我我当天我怎么做的 你看当天掌停板为什么我要卖 因为你要知道 你今天我在操作股票的一个目的是 为了什么 他基期是高还是低 在高基期 我今天我就算在五月十七号我买进 六十七块半买进 隔天掌停板 七十四块半 我问你要不要卖 基期高了嘛 你要知道 哎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哎我们的一个目的 我们就是要做短线 那既然是做短线 那当然我可以顺势怎么样 好后来换口袋 这就是我的一个操作 这就是我的操作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IC再版的一个星星 那这档股票也是我在线上讲述 送给大家的一档的一个股票 但是很多人很奇怪哦 低档不买 我送给你说在低档不买 这也是我们在去年啊 在会员朋友啊 大专特专的一档股票 你看我几乎每一次都买在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起涨的一个转折点 卖债的一个起跌的一个转折点 但是很多人低档不买啊 啊高档上来大涨上来了 哇看到涨了 上礼拜不是一堆专家带你去追价 带你去追ABF啊 结果今天ABF怎么样 今天ABF是中错大跌下来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那ABF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新兴兰店今天中错的一个大跌的一个下来 今天这个拉回 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拉回可以买吗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重点 ABF我可以告诉大家 因为整个产业的景气应该第二季渴望落地 所以这一波他反而上来来到一个先高 当然在这个地方你不能够追价 如果上礼拜有专家带你去追价 这个真的不应该 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啊 新兴大涨上来我不会带惠美友去追 但是现在下沙拉回来 拉回好啊为什么 因为第二季落底第三季 旺季需求来临 那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营运就渴望有怎么样 渴望有转机回升的一个机会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拉回是不是可以留意 包括蓝店也是一样啊 蓝店也是一样啊 那这些的一个股票 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操作 都是这样低档不买 往往看到大涨才要去追 难怪啊 你在股票市场上一直没有办法赚钱 那我想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 的一个喜线的一个投资朋友 真的要把这样的一个 的一个坏的一个 的一个毛病把它怎么样 把它扭转过来 那么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啊 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是你 外电源管理的IC 我也告诉大家 前景掌握仍然存有一律的公司 破线转落的股票策略反弹 你还是要懂得找卖点 到目前为止我看完还没有改变 我都没有改变 因为止跌77还没有弧线嘛 你真的要嘛 也等到什么 止跌77弧线到时候再来考虑嘛 那么甚至包括 股票毕业工临放拉器的一个文报也是一样啊 红杰克也是一样啊 这些的一个股票 那整个的一个过程调整 还在持续的一个过程当中嘛 上面的一个均线都呈现盖头反压 你说你认为这种股票 它能够运飞冲天吗 你好好想清楚 包括的一个长龙阳明 望海都是一样 那长龙阳明望海跌升了 没有错 跌升短线可望有反弹的机会 但是它空方的一个架构有改变吗 空方的架构还没有改变 如果还没有改变要怎么做 你可以看到啊 扬明也是啊 甚至望海跌的更深啊 那这对于这些的一个空方架构 还没有改变的一个股票 各位进到投资朋友你要怎么做 很简单啊 就是策略要懂得反弹找卖点 那么如果说你不晓得 怎么样来处理或挑整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来找大兄 你来找大兄 大兄来助你一辈之力啊 一个转念真的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你千万不要说啊 不对的股票办满手 一路失手市场仓库 这样不太好 这样不太好 所以如果说你有认得持股上的问题 你不晓得怎么样来做处理 也欢迎各位啊 可以透过9end或telegram 你可以在9end直接私讯给大兄 或直接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先让你专人员 来做一个恰询的动作 把你的持股状况写清楚 那大兄会针对你手上的一个持股 一档一档 为各位做一个完整的分析 跟探讨 那么这时候要买 一定要懂得买什么 买第一季库存已经去化 而且第一季期 具转机成长题材 有大人格照顾的一个股票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啊 像今天的一个这样 像商户 我跟他所谈到的一个商户 是不是就是具备第一季期转机 而且股价经过适度整理 你看历经六个多月的一个整理 那第一档量增 运营动人转强 手机美股大赚了两块多 去年是亏钱 手机大赚 国境解锋开跑 带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业绩抗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这种股票往往啊 一旦低档 放量飙涨和力把冲 往往 一飙涨来就好几只的一个涨一满 那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 要带大家来掌握的机会 当然有些股票已经飙涨上来 商户已经飙了 飙了七根了啦 这个时候叫你去追 我觉得没有意思啦 但是现在要去找的是什么 整理过后 未来有怎么样 有一飞中天 和力把冲机会的一个股票 很多啊 你可以看到 包括的一个红木KY也是一样啊 他是做精品家具也是啊 哇 股价长达两年多的一个整理啊 你看股价越电越高 也是符合 啊大兄跟他说的一个选股要件 结果你看啊 啊量增价涨冠性改变 汉地把冲啊 就连标五个那个涨一满 啊再来你可以看到 包括的一个人啊 包括的一个啊 资讯服务的一个啊 的一个三三店也是一样 同样资讯服务 有的在基期再高 你看林群基期高 哇股价就 接续率倒就不足 但是这些基期低了 长达八年整理股价越电越高 你看汉地把冲 你看为什么能够连标五根 今天持续的一个大准备超金刚 啊这样各位懂了吧 所以选股你要知道 我现在我到底要买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啊包括的一个啊 不动产开花的一个美琴啊 新美琴也是一样嘛 啊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 都是符合大兄跟他说的嘛 哦低基期转积股 啊股价经过的一个整理 股价越电越高 然后汉地把冲股价就是连标 连标的一个这样 啊的一个涨领满上来 那当然啦 有些股票已经 啊已经啊标涨上来 没有叫你去追 啊重点是 如果说现在还有些 在低基期的一个股票 啊然后下半年 已经成长动能强 有大人哥在照顾 那像这种股票一旦怎么样 放量标涨 第一时间大凶就会带你来锁定 啊就像什么 就像我们这个私信KW 我相信你也很清楚啊 啊从930啊一路赚到1580块 当然啊一张加差都已经650块 啊加差都将近7成了 啊这个地方你放心 我不会带你去最高 啊我们破单单 我们设好田厅就可以了 啊那再来包括的一个 散热模组的一个双红也是一样 啊这也是大凶相当看好的一档股票 啊从170升一路赚到266 啊当然股价已经大涨一波了 啊光是这样一波大涨都超过53% 啊破单加差超过53% 啊那目前同样的我破单单 我续报社好田厅就好了啊 那就算未来要涨啊 短线一定要经过整理啊 短线一定要经过整理啊 齐鸿也是一样啊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啊 啊从140一路赚到188.5 啊加差也超过34%啊 啊同样的目前我破单单 我社好田厅就好了啊 啊你可以看到啊 啊你跟着大兄啊 啊买西涨不必的啊 啊我我相信党党股票 大兄啊一切都敢啊 感叹在阳光之下啊 啊只要你有持续锁定我的一个节目 我相信你很清楚 啊再来谈到的一个军工题材也是一样 啊比如说汉翔啊我两档决胜加差啊 啊将近七成 那像这种股票他经过整理 今天带量转强是不是就可以留意 是不是就可以留意 对吧你自己去看嘛 你自己去看今天的一个的一个陈铁嘛 股价经过整理回撤今天马上带量就怎么样 就飙涨停嘛 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产业是不是对的产业对的股票 啊如果是对的产业对的股票回撤支撑游手 那像这种股票一旦带量上来就是可以怎么样 啊就是可以来怎么样啊就是可以来来留意 啊比如说像阿隆德赵这次我们之前带会员朋友啊 开心大赚了一档股票 那这次回撤的一个季先游手 哦当然我还没有买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是这次回撤季先游手 那像这样的一个股票回撤季先游手 我们是不是可以随时留意他的一个转强的机会 哦首先你要知道他是一档对的产业对的股票 那既然产业对了股票对了 那目前就是怎么样啊就是看出手的一个机会 出手的一个时机而已嘛 哦其实说真的在台北股票市场上充满了一个非常多的一个机会啊 哦那比如说我跟他所谈到的一个电子标间的元态也是一样 这也都是符合第七期的转机股啊 哦也是我们之前带会员朋友先开心啊 赚一趟的一个股票 不多啦一张二十块啊一张二十块 十丁就二十万啦 那这次这个拉回啊可不可以买 哦很清楚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种第七期的股票拉回都都可以留意啊 哦都可以留意就是值得大家来做一个留意 哦包括这一道光的一个限期光也是一样 哦这次我从啊五月十二号八十七块八 哦待会员朋友开始锁定 哦我也事先提醒过大家绝版八字头 第七期转机股 哦那你现在你maybe你可能还看不到啊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哦下半年他的一个营运会好还是还是不好 下半年营运会不会比上半年还好 啊如果下半年营运会比上半年还好 哦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那未来的股价会涨还是会跌 你千万不要等到说啊 哇将来股价大涨特涨的时候 你那时候再来讲啊 哇大胸啊炸灾啊现影光 哦我就快带你去 我可以告诉大家各位看着啦 你不要到时候哇又你可以看到大胸手上的一个股票 又一档牵着一档涨停满的时候 到时候很多的一个专家一定又会来吹捧我们的股票 哦到时候大家可以看着哦可以拭目以待 哦再来跟他所谈到的一个党的一个滑指啊 探权第一指标的一个滑指啊 哦今天很漂亮为什么很漂亮 哦量说指稳意义非比寻常 啊各位今天投资朋友我我我举个两档股票给你看啊 啊比如说台电强化电网的一个商机的一个滑车 第一波大涨一倍啊大涨一倍来到七字头 七字头是因为大涨过后后面要涨一定要经过洗盘啊 啊他洗盘多久啊洗盘将近三个礼拜啊回撤月线 啊 maybe 月线稍微跌破但是回撤整理过后 后面怎么样再涨一波那后面再涨一波 哦再来包括的一个基电类股的一个这样啊 的一个市电也是一样啊第一波先大涨超过七成 哦来到八字头之后然后经过的一个整理也是回撤 哦回撤整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哦回撤整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后面怎么样 哦后面这一波更凶哦后面这一波更凶 哦那你来看看哪滑指啊啊 哦这一波啊先大涨七成啊所以为什么我说啊这 才刚软身啊然后回撤啊回撤啊支撑有手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我可以告诉大家 今天能够亮说指纹啊意义真的分比寻常啊 这种股票你看着啊这礼拜啊我并不求他 这礼拜能够马上喷出 这礼拜他只要整个的一个关键支撑都手稳就好了 那下礼拜我可以告诉大家精彩的好戏就要来了 听得懂的人就听得懂啊你也听不懂我真的也没办法 你就是赶紧来找我哦 那么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问到的一个台积电啊 台积电这种股票不用看啊你看上一次啊 从372代会面有所定义波大涨来到500多块 哦那么这一次我可以告诉大家489块 这个支撑都已经已经已经手稳了嘛 哦这个支撑你说未来要破几率我可以告诉大家不大啦 哦因为哦因为爱与法规规定不能说几率几率等于0嘛 但是我说几率不大你你相信你就应该聪明的应该就知道了嘛 啊残集中高评我跟你讲 如果你有兴趣特别是对一些大资金的投资分享 这种股票拉回就是要懂得早买点啊怎么买不晓得怎么买赶紧来找大雄 啊特别是大雄口袋名单还有一档股票我告诉大家五开头八结尾 哇这这档股票很棒啊 啊你可以看到绝版八字头第七期转机股 让人悄悄加温啊一切才刚刚开始这是哪一档股票 啊想把握这个投资朋友赶紧跟我们啊取得联系啊 啊一旦啊大好机会来临啊大雄第一个通知你啊 啊如果说你想要用一档股票拼翻身想要用一档股票啊 啊把你果过去所失去的给加倍百倍凤凰赚回来的投资朋友 来找大雄就对了啊跟着对的人走人生就会缓转 趁盛追击168啊趁盛追击168啊这是一个难得的一个机会 大雄你今天只要办好手续大雄保证呢用最低的门槛 啊让你所有愿望一次满足啊这是节目无仅有的一个优惠 哦一年只有一次的一个大优惠错过了啊还要再等一年 哦今年财互翻倍就靠这局 抢赚钱获利换成是就是现在同时你今天只要办好手续 你同时你能够拥有大雄的一个是忍耐 哦让大雄手把手带你来转啊怎么样来转啊 哦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机会很简单 把这个电话给他拨通就对了啊也欢迎各位的一个来电 0223 219933 0223 09933 0223 09933 好一趟啊 轻轻轻轻轻 我们明天后期先见哦拜拜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就是你